除了个子很常被盗用之外 还有很多人是会盗用别人的大头罩来使用 像是台中市法治局长李善芷 他很常替民众处理消费问题 长得还蛮帅的 要有知名度 结果就被人盗用他的名字跟LINE的大头罩 假冒李善芷向市府同仁告白 还好同仁警觉性蛮高的 没有上当受骗 而李善芷就担心对方会用同样的手法 用他的资料来骗钱或是骗公务的机密 所以呼吁碰到朋友 全奇怪的讯息内容 一定要提高警职 他是台中市法治局长李善芷 碰上诈骗集团 盗用他的名字和LINE的大头罩 传讯息给市府同仁告白说 认知市府 认识你后我一直很喜欢你 鼓起勇气 今天才想告诉你 还说我是认真的 把市府同仁吓坏 同事知道说我已经结婚 而且我平常应该是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就马上有警觉说发现说 你只问对方说你是不是局长 对方的诈数被拆穿就消失不回应 李善芷说过去诈骗手法 是直接侵入被害人账号盗用 被害人很快就会发现 但这种创新的LINE账号 在盗取被害人大头罩和冒用名字的 第一时间很难被发现 也因此诈骗成功几率就变高 李善芷说对方涉嫌违反著作全法和各资法 最高可处五年以下图刑和五十万元罚款 会报警揪出来 也提醒民众收到朋友传讯息 说要借钱或是突然告白 这类不寻常的内容 一定要打电话求证 以免被假分身骗 人才两失 华市新闻 匈马拉宏联辉台中报道